前段时间有小伙伴告诉我想要看一下男生在使用一些小包时的试拎的状态 一直也没有录这样的视频 一方面呢现在的包袋实在是有点少啊 另外一方面呢因为场地的限制没有办法展示全景的这样的比例 比如说包和人的使用比例 使用时的整体的这种状态和环境的这种融合 如果录的话希望能够录的相对的更加有信息量一些 那今天我们来聊一个什么事情呢 就是哪些包男生是可以用的 或者是我们会发现有一些男生的这种气质 它是可以驾驭很多种包的 即便是我们所认为的那种非常标准的女士包 男生用起来也都没有问题 那一开始呢像柏金30柏金25 我们都觉得这是女包像凯莉28 那完全就是给女士设计使用的这样的感觉 但实际上看到很多男生把它们用得很好的时候 我也会由衷的赞叹 爱马仕的这个出品 它其实不挑人的 并不是说做出来一个包 这个包就一定给某一个特定人群的 大家都可以尝试去使用它 后来我发现竟然有男生把迷你凯莉二代这样的小包 用的也很好看 像迷你康康也用的很好看 包括Hooley 一般来说女士使用男士的东西大家好像还是比较易于接受的 比如说一位女生用了一块男表 或者是一个女生穿了男士的衬衣 那其实我们还是喜闻乐见的对不对 甚至女生用了一个很大的包 我们都会觉得是一种反差萌 那男生使用女士的东西用不好 真的是要让人另眼相看了 所以呢今天的讨论也是特别想问一下大家 大家有没有看到过哪些男生用所谓的女包用的很好看 那他们两个是怎么匹配在一起的 男生有哪些气质特点 那这个女包为什么我们会认为它是女包 但是他们两个放在一起的时候 或者说男生在驾驭这只女包的时候 为什么看起来一点违和感都没有呢 那其实作为我来说会有一种感觉 就是我们要自信的去拥抱 那我自己是比较大只了 一米八几的个子 最近还在练肌肉啊 所以呢身形可能会相对大一些 我自己最近换的笑脸包 其实在早些年也是传统意义上的女包 但实际上我会觉得只要我有东西需要放在里面 或者说我和她在工作上的配合是默契的 我就不会觉得她在我身边是一个非常碍眼的 或者是非常违和的这样的一件物品 在我独自出差旅行的时候 我会用一个大号的双子星再加上自己的拉杆箱 大号的双子星男生用起来当然是没有问题的啊 那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我需要去寄一个快递 我不想让手机装在裤兜里面 我会用太太的那个小的双子星 其实在用包的过程中 我会觉得它就是一个斜跨包 它就是一个容器 它就是帮我带着东西从AD到BD的这样的一个容器 这样的一个小伴侣 所以我不会觉得它是一个女包而使用起来扭扭捏捏的 这是我的用包的感受了 在我最初入行的时候 在北京看到一个也是身形蛮大直的一个 会胖一些 然后行动相对缓慢一些 看起来 它的举止这里就涉及到了 在当时的我看来 0.26一定是给女生用的 而且它使用的是一个鳄鱼皮的粉色的 所以这个包如果单独放在那一定是一个女士包 但是那位男生每次经过店门口的时候 我看到他都不会觉得有任何的违和 都会觉得他俩的匹配还是蛮不错的 而且会觉得他还是蛮有品味的这样的感觉 另外像我刚才聊到的 用迷你凯利二代的男生 本身可能也会有一点点女性化的装扮 当然了这并不是贬义 再加上身形也并没有很高 所以在和这些迷你包袋匹配的时候 完全不会觉得有任何的违和感 大家在日常生活中看到过这样的场景吗 会觉得哪个男生用女包用的让我们很佩服 或者大家本身是男生 然后在使用所谓的女包的时候 也可以用的很好看 那你又是怎么做的 一定要分享给我 非常期待得到这些信息 所以今天就是一个抛砖引玉了 谈一谈我的感受 也是想听一听大家在使用包袋的时候 怎么去界定男性的包 女性的包 怎么去把所谓的女性的包 用得出声入话的呢 今天节目到这里了 我们明天见 拜拜